过去这些年 缓对派把香港这个经济制度 商业城市变成是政治的决斗场 我觉得民主是为了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不是为了播种仇恨 事实说明完善这个选起制度 才能真正让民主走向更优质 日前香港两岸和平发展联合总会 永远荣誉会长旭达集团董事长苏永安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指出 只有完善香港选举制度 才能真正使香港走向更优质的民主 他表示自己非常关注全国人大311决定 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330修法 他认为经修订的基本法附件二 对立法会产生办法做出的明确规定 有利于保障立法会的顺利运行 回忆起过去两年间香港发生的乱象 苏永安感慨地说 社会动荡严重影响了香港经济的发展 2020年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让香港由乱而至 相信完善选举制度将会使利民政策得以落地 使香港长治久安 国安法出来迅速稳定下来 这是社会这个政策完善的基础 是香港再出发的必须的条件 国安法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叫还农经济 所以修改这个选举法 才能够保证这个社会安定 立法会立民的政策才能过 要不然永远在那边停着 老百姓要等到什么时候 市民看不到希望 这个两个合逼对象 绝对有好处 出身华侨工商业家庭的苏永安 家族生意分布于新加坡 菲律宾和中国内地 新中国成立初期 苏永安的父亲响应公司合营 从私营业主成为了县商业科科长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 仍带病利用海外关系 为家乡招商引资 苏永安说 父亲的教会让他永生难忘 在他临终的时候 他因为两袖清风 没有什么遗住就要我去盖小学 他说这个教育是很重要 只有教育好 家庭才会往上走 国家才会互强 顶承父亲一致 事业有成的苏永安 不仅在家乡捐建学校 还以父亲的名字 在家乡筹办艺术馆 支援内地文化教育事业 适逢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 在苏永安看来 香港也应发挥在科创领域优势 并鼓励香港青年积极融入大湾区发展 参与到国家建设当中 配合十四五的国家经济发展大气 融入大湾区 香港可以作为科研中心 深圳孵化基地 大湾区生产制造 形成一条金光闪闪的产业链 香港年轻人可以参与其中 将来香港是担持上来的 年轻人这一代要有爱港的情感 更需要有爱国的情怀 还有国际事业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